第九海軍目 香港最多吊鈔呀,這裏 這個屋頂很有型 可以種花花盆 那就非常簡陋 那前面還有幾個 帶大家看一下環境 好像很淒慘的 那塊布爛成這樣 不過幸好就有一張椅子 可以坐著 試一下什麼感覺 那坐在這裏 就遮到太陽的風景都OK 那個高度色黑 那就看到那條乾尾 有沒有以邪 那邊有個嘴 吃嘴 今天太陽還OK 那這裏是第一間 剛剛試坐 OK 做這個角度也對 很冷的 下午呢 太陽遲過來 這裏出少少 那就知道太陽了 那去看一下前面那兩間 有少少不好就有少少吵 沒有啦 那飛機是豪華的 前面還有機場 差不多要降路了 那這間真的豪華些 就是兩邊沒有遮風 沒有遮太陽 那這裏 那裏都拆住很多個 工具 不知有沒有東西 好像很久都沒有人使用過 這個是剛剛的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第三個倒了 有色鬼 就是倒了 可能這個屋主很久都沒有過來 維修過和使用過 所以倒了 這邊的情況就是這樣 總共有三個吊棚 這支竹挺漂亮的 冷起來 那邊都有 現在走過去帶大家看一下 那邊的吊棚 什麼環境 這裏 吊棚多 雨就真的沒有什麼油 不過現在十二熱 都差不多是釣雨落幕的時候 那那一種水冷 不能開口 到這裏走過去 這坡鞋都很漂亮 其實坐在這坡鞋釣都很爽 接著太陽 海中央 有隻白樓在這裏 看來就是這個釣棚 這坡是大戶人家 特別豪華 尺數夠 有五十尺 花園很大 室內面積不是很大 都寫圖畫 有些歐式風格 斜上來 有木地板 有些儲物桶 後面有走火通道 兩邊 隨時 著草 這裏 看出來 這裏有些花花草草 那 260度 全海見 非常之靚 晚一點 就可以看到日落 這裏 太陽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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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一點點 現在三點多鐘 五點多鐘就可以看到 全日落 日落在這裏 這裏 果然是豪華 這裏 那就 分享到這裏 給大家 看看下次有沒有什麼 靚的地方 再跟大家分享 大樹下 好沉不涼 天欸 海老 海老 地 海捷 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